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家是怎么种芒果盆栽的 这个芒果呢,是从超市买的墨西哥芒果 是那种红绿色的 买的时候一定要选这种熟透了的 看起来快烂了这种,有点软 千万不要买那种硬的 这种芒果的糊大多都是古古的 如果是那种黄色的铝送芒果 它里边的糊是扁的,那样的话是种不出来的 好,然后吃完的这些芒果糊呢,也要选一个稍微古一些的 我们看一下,它有一边上是扁扁的 就在这个扁扁的一头用剪子把它剪开 剪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千万不要伤到里边的小糊 就这样给它掰开,它的种子就在里边 拿出来以后,它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膜 这个可以把它撕掉,也可以留着 这样一个种子就准备好了 再包一个种子 多准备几个种子,放在小碗里 盖上一点点水,刚刚没过它就可以了 我就把它们放在窗户旁边 也没有刻意的去避光 但是室内温度一定要保证在25摄氏度以上 真是过了5天,最大的那颗种子已经开始发芽了 它的上部呢,已经开始变轻 这就说明现在可以种了 大家可以多泡几个种子 然后选一个最古的,最先发芽的,最先泛青的 如果种子过了很久都没有发芽的话呢 可以检查一下室内的温度 因为这个是热带水果嘛 所以它们对温度的要求比较高 种在室内的植物呢 我都是用这种potting soil 它这种土比较疏松,还比较干净 土里面也混有一些营养 所以在开始的几个月是不需要再额外添加营养的 找一个漂亮的小花盆 随便放一点土 然后把这个种子呢,牙点朝上 这样竖着放上去 盖上土 再一次性的浇足了水 还是把它放在窗边 阳光比较充足 温度要在25摄氏度以上的地方 每天浇一点点水,保持盆土湿润就好了 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它就已经长出小叶子了 一旦长出小叶子呢,它就进入了疯长模式 每天都会有变化 这才过了一天,它就已经站起来了 又过了一天 这是又过了一天 长成这个样子是从种子种下15天 这是第16天 我一开始就低估了它的生长速度 它下面的根系已经从花盆的底部冒了出来 所以才第16天就必须要换大盆了 大家可以一开始的时候去用一个漂亮的大盆来种 这是第19天的样子 这是第20天 叶子长长的发棕红色 这个是当时一起泡的另外一个芒果种子 一直把它扔在了户外 看它现在长得也是非常好 也是棕红色的叶子,油亮油亮的 第25天 叶子已经开始变绿了 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化 第26天 叶子逐渐的变硬了,慢慢的撑开了 第28天 是不是还挺漂亮的 可以给居士增加一些热带风情 吃剩的芒果糊 随手一种 不到一个月就能长成这样的小盆景 趁着现在天气还热 赶紧试试吧